23号凌晨结束的国际泳联第十九届游泳世锦赛女子200米蝶泳决赛中 中国名将张宇飞以2分06秒32的成绩摘得铜牌 这也是本届世锦赛中国游泳队收获的第四枚奖牌 也是张宇飞获得的第二枚奖牌 在女子200米蝶泳项目上 张宇飞已将奥运金牌和短持世锦赛金牌收入囊中 距离金牌大满贯 她只差一个长持世锦赛冠军 此次未能实现目标稍显遗憾 因为我之前的成绩大家都看着我 刚才外国记者也问我这个问题 他们也在关心我200米蝶泳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水平 说实话这一次备战训练不太到位 感到压力很大 张宇飞在本届世锦赛的100米蝶泳比赛中 也是获得了铜牌 她说和东京奥运会时不一样 那时200米蝶泳我时拿久稳很有信心 这一次有点患得患失 从100米蝶泳比赛时就出现了思想斗争 教练不断地开导我 让我放下包袱 一直到今天我突然释怀了 这可能是每一个冠军走下领奖台后的必经之路 同样也在6月23号 女子50米蝶泳预赛 张宇飞出战 最终张宇飞的成绩定格在了25秒39 小组第一 所有参加预赛选手的第一名 也创造了个人生涯50米蝶泳的最佳成绩 晋级到半决赛 恭喜张宇飞 张宇飞50米蝶泳的最佳成绩是25秒66 是在东京奥运会女子100米蝶泳的预赛的前半程创造的 这一次张宇飞的25秒39也创造了个人最佳的成绩 第一名晋级到半决赛 恭喜 50米蝶泳并不是张宇飞的绝对强项 也不是奥运会的项目 毕竟很少有运动员在50米100米和200米蝶泳 都是世界顶级的水平 张宇飞的50米蝶泳在2021年全运会拿下银牌 2018年全国游泳锦标赛拿下冠军 成绩是26秒70 2018年美国职业游泳系列赛 奥斯汀战 张宇飞以26秒23夺得冠军 从整体上看 张宇飞在这个项目上的竞争力还是很大的 但不具备统治力 张宇飞目前在本届市竞赛已经比拼了多枪 其中女子100米和200米蝶泳都斩获了铜牌 激励项目没有收获 尤其是女子200米蝶泳同时冠军 没有实现单向大满贯 对于张宇飞来说是非常遗憾的 在前100米一直保持领先的情况下 最后100米被对手反超获得了铜牌 暂时还没有收获个人在本届市竞赛的第一枚金牌 也期待张宇飞可以在这个单向50米蝶泳中好运 当然作为目前中国游泳队的领军人物和绝对的劳模 张宇飞也需要多多休息 希望她接下来可以好运 24岁的张宇飞认为 自己不可能再像小将那样一直拼 希望以奥运会为周期逐步调整 允许状态下滑 但不代表竞技水平会下降 张宇飞回忆2017年至2019年间 自身状态起伏很大 很容易超长发挥 但成绩也不稳定 从2022年进入世界第一梯队后 我一直保持世界前列 现在我有经验 知道不断地调整训练 保持稳定 争取让运动生涯更加长久 张宇飞 所有的美好才刚刚开始 我的游泳启蒙老师是妈妈 三岁就开始下水训练了 长大后我逐渐明白游泳对我来说 不仅是爱好更是责任 小时候特别不喜欢游泳 但既然被选上了 就要坚持不要放弃 梦想有一天我也能成为别人的偶像 我要好好努力 希望我也可以为他们撑起一片天 这是24岁的泳滩小花 东京奥运会两金两银的得主 张宇飞的内心独白 去年举行的东京奥运会上 张宇飞获得了两金两银 这让他成为东京奥运会 成绩最好的中国运动员 也刷新了历届奥运会游泳运动员的 个人最佳成绩 站上奥运会的最高领奖台 张宇飞感慨万千 他强忍泪水 绽放最灿烂的笑容 以前我说 比赛夺冠这么高兴的事情 为什么要哭呢 但当自己真的站到最高领奖台上 国歌放出来的那一刻 眼泪就真的有点控制不住了 正如他此前所说 让五星红旗飘扬 是我无上的荣耀 那不仅是一面旗帜 更是一种信仰 张宇飞三岁下水 开启了与游泳的缘分 五岁时 被送到徐州市游泳队 进行正规的训练 七岁后 在江苏省第十七届运动会上 出落锋芒 报名的六个项目 全部夺得奖牌 收获两金三银以同 次年他进入了省队 2013年 15岁的张宇飞 进入到了国家队 张宇飞经历的起起伏伏 让他调侃自己 一度在国内赛场的状态 是流水的冠军 而我是铁打的第二 如今张宇飞 已经是个能让母亲骄傲的孩子 有了自己的目标 并且在努力实现着 张宇飞的母亲 一手栽培自己的女儿长大 培养出金牌女儿 为人母 想必是最开心的 因为这些年来的艰辛 最终成为了甜美的果实 自己也终于可以去寻找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